关于胡人球员的伤病问题,大家对于鲍尔的关注比较多,大部分媒体也只是对鲍尔的伤病进行了报道,所以这就给不少胡人球迷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胡人在养伤的球员只有鲍尔一个人,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胡人今年的首轮25号谢瓦格纳,在夏季联赛中,早遇到了膝盖挫伤,目前他仍然在养伤,并且他的情况比鲍尔的要严重点,因为鲍尔现在已经可以参加球队,除5v5来的所有训练,而瓦格纳目前还没有参加球队训练营的任何训练,瓦格纳不能参加胡人的训练营就十分可惜了。 因为对于NBA一般的教练来说,除了那些高顺略的新秀球员,他们更喜欢用球队里的老将,而不是才进入联盟里的菜鸟,胡人的中锋位置实力不强。 这对于瓦格纳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际遇,但是他目前还处于康复阶段,不能参与球队的训练营合力,失去了一个像胡人教练组,展示自己才能的平台。 如果瓦格纳想要获得稳定的轮换时间,他可能需要一些运气。 去年进入联盟的胡人小将哈特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去年夏天胡人一共选中了三名首轮秀球员,他们分别是鲍尔、库兹马和哈特。 鲍尔绑眼秀的身份摆在那儿,出场机会少不了,而库兹马因为在去年的夏季连赛中大放异坎,在赛季出他又是胡人的得分王。 所以尽管胡人在大前锋位置上,还有兰德尔和小兰斯正,两位优秀的球员,库兹马也不愁出场机会,而哈特在去年夏季连赛中意外受伤,没有给胡人教练组留下深刻的影响。 所以哈特在上赛季赛季出,几乎没有获得什么上场时间,尽管哈特在赛季出有限的上场时间里,打出了不错的表现。 但是胡人教练组依旧爱用老将没给哈特多少出场时间,后来胡人鲍尔遭遇伤病,再加上那段时间胡人的主力得分后魏波普也遭到美国法院不能出加州的判拔,哈特终于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出场时间。 然后打出了不错的表现,那个时候大家对哈特的评价是,极有潜力的三地球员。 不过在胡人最后四场常规赛里,胡人三大年轻人英格拉姆、鲍尔、库兹马先后音声缺赛,哈特成为胡人场上的核心球员之一。 他用连续四场二十家的比赛,向外界展示了他不仅仅是一名三地球员。 像哈特这样一名有实力的新秀球员,在上赛季没有战绩压力的胡人都是在球队球队,遭遇伤病潮的赛季中断,才得到较多的出场时间。 今年瓦格纳不仅因伤预计,将错过胡人的训练营,胡人还有战绩压力,所以小编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小编挺看好瓦格纳的。 相信只要他能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就能打出不错的表现。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看瓦格纳在赛季初,不可能会得到什么比较稳定的出场时间,除非胡人内线遭遇伤病,内线球员轮换吃紧,好了。 那么各位看官,你们的看法是实,什么呢?